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于今日约11点左右 接获民众报案 由某大学的学生在新达港区域内 进行独木舟的操作训练 因现场风大被吹至外海等待救援 现场即出动消防人员、海巡人员自现场抢救 经查有28名学员在执行训练 因风浪太大,无法自行返回下艇地点 消防人员与海巡人员利用船艇 将受困的民众载回岸上 必有部分受困的学生自行排上岸 由救护车送往指挥站 本次既有28名学员无法自行操作返回 全员救出 共既有8名学员身体不适 由消防局救护车送往医院观察